文凭古道穿行 领阅围棋风行 大家好 我不是孟太林 由于孟太林同学现在在杭州参加个人赛 所以说本期的节目由我来代替他主持 那么本期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容我一一到来 首先看本周的第五位 看看米玉婷如何上演泰山压顶 当前局面双方互为模样 如何扩张显然是此时的主题 黑棋如果此时 如果单纯的去违控 比如说走在这种地方违控的话 这个局面会显得很单调 比如说白棋就这样掉一个 黑棋如果违这样白棋 比如说再沾这个 这个局面就显得很枯燥乏味 实战我们来看一下 米玉婷的下一手 大家仔细评论一下 这招棋是不是视觉上的冲击力非常的强呢 此手一出啊 仿佛回到了20年前 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武功正数老师那招传世的兼冲 欣慰的一招惊世之作 这招棋呢 实际上它的意图就是考验白棋 看看白棋的应手 此时白棋如果退 一般的局面来说呢 白棋在下面为四路控 应该是效率很高的 但是这样的话 黑棋长 白棋尖 黑棋再飞过来 这样的时候 我们再看跟刚才的变化图啊 跟当时单纯唯控的变化图就是区别非常明显了 白棋你无论怎么去浅销 那么黑棋再跟着你围 这样的话呢 白棋 下一招可能就下不在这儿 因为白棋这个就只有去出逃 黑棋外面的这个后势啊 这墙很高 这样黑棋下一招再压也是很舒服 所以说如果下成这个结果的话 黑棋虽然损失了一些实地 但是获取了这个全局的主动 这个外面的模样非常的可观 所以说这个下法呢 白棋不是很好 那实战呢 谢赫就选择了反击 白棋扳 黑棋 连扳 这样白棋 大吃 黑棋接 白棋呢 选择了走在外面 白棋贴 黑棋顺利出头 这个时候让白棋现在只有自补 之后黑棋再把这个尖住 像这样 黑棋不仅破掉了白棋下面的空 而且顺势的啊 在自己出头的同时顺势的把这颗棋子变成这颗棋子也割下来 把它惊吞掉 可以说黑棋的效率是 行棋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招的靠啊 我觉得是在白棋思路的时候 还有勇气去泰山压顶啊 小米的这个勇气 客家 接下来欣赏一下本周第四位 来自陈耀业的整形妙手 这盘棋是陈耀业直黑对阵连校 我们看当前的局面 双方形成了对攻 上一首棋呢 白棋这个小仙 是让黑棋很头痛的一手 黑棋如果简单的贴 白棋长 这个时候呢 黑棋的弱点就显得非常的多 黑棋首先你要连这个断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白棋可以靠 挡住的时候 白棋这有一几的手段 黑棋A B两个断点就难以两全了 如果你要是不贴呢 如果黑棋不贴这个呢 被白棋这样冲出来的话 这个棋黑棋也是破烂不堪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看上去 黑棋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棋形 下一招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陈耀业的妙手 黑棋是在这挖 这一步 凌空一挖 可以说是整形的一个绝妙之手 白棋无非也就是内打和外打两种选择 我们先来看看如果外打的话 黑棋退 这样呢白棋首先这两个断点已经无法两全了 那么黑棋自身的毛病也就不需要去处理了 比如说你接这个 黑棋可以断 这样很简单 白棋这两个子一旦死掉的话 那么黑棋自身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所以说白棋从外侧打吃呢是不成立的 那么也就只给对手留下了一种选择 就是内侧打吃 这样的话呢 平常也在场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再一次 这个时候白棋实战呢 是先冲了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次序 冲完之后白棋再接住 这都是双方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像这样呢 下一手陈尔也在跳 这个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通过巧妙的凌空一挖 逼迫白棋下了这个很不情愿的内侧打吃接住 下了很多手这个没有效率的单关 那么黑棋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换呢 刺到了这一下 同时也防住了白棋靠的手段 最终黑棋一跳 不仅是整好了自己的棋型 还把对方的棋型下得非常的重 可以说陈尔业在这个局部 通过好似这个外科大夫附体一般的 这个灵活的招法呀 手术刀 将这个棋型顺利的整理好 那么这盘棋呢 也是下了非常的精彩 尔业的一手棋 就将这个残破不堪的棋型 变得弹性十足 确实是下了很高 再来看看本周排名第三位 年轻的世界冠军如何在敌人腹地虎口巴牙 花钱为一 这盘棋是由我们当前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范婷玉九段之黑 对阵黄云松 现在的局面呢 黑棋实地占优 黑棋上面这块很大 但是黑棋左下显然是急需处理 非常的危险 在白棋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时候呢 黑棋如果简单的跳出 白棋会把这两个字接住 这样的话呢 这块棋眼位显然是不足 同时黑棋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虽然说这个棋啊 是先手 棋是先手 黑棋可以跳出来 但是这个地方呢 毕竟是有各种的挖断 黑棋的棋型并不好 而且黑棋这块棋 也并没有完全的安定 所以说这个黑棋 如果单纯的出逃的话呢 会非常的苦 局面会苦战 实战的下一手 小范为我们展示出了他的实力 凌空一挖 又是凌空一挖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因为上一半的时候 陈阳叶刚下过一个凌空一挖 这个挖呢 是智孤的一个绝妙的手段 下一招还是给白棋两种选择 那白棋如果外侧打吃 白棋退回 这样的话 白棋生抽两个断头 如果接在上面 那么黑棋这一点 白棋接 黑棋再拐 这个地方呢 由于有一段啊 白棋的气非常的紧 所以说黑棋这个挤呢 还是先手 所以说黑棋的眼形也不成问题 那么这样黑棋的处境 显然要比刚才要好得多 所以实战白棋无奈 看到这一挖之后呢 对这块黑棋啊 已经很难继续的进行进攻了 所以说黄英松也只好选择转换 打吃 黑棋断 这个时候白棋就提掉 那黑棋把白棋二路一子打拔之后 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智孤的任务 同时也将局面进一步的简化 最终小范是将优势保持到了中局 顺利的拿下了这盘棋 排名第二位的依然是我们的棋界才子范婷玉 据说小范的偶像是板田容男 在他的棋中的确也可以看到剃刀的身影 那么这盘棋是范婷玉直白 对阵牛羽田 当前的局面呢 双方刚刚进入到了中盘阶段 那么白棋在右边 显然是急需处理的 那这个时候 制白的范婷玉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首先白棋如果二路打吃 这是可以做活的 黑棋提 白棋鼓 但这样的时候 黑棋可以小心把白棋外面完全的封锁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黑棋整个右下的这个模样啊 正是是非常的可观的 所以说像这个结果 白棋不能满意 实战 小范开始了他精彩的表演 首先第一招 鼻顶 那么这招棋当然是命令型 黑棋只有拐 下一招白棋在顺势冲出 黑棋呢 还是同样只有拐 最重要的是再下一手 白棋的下一手啊 不是这样简单的冲出来 而是连班 这招连班呢 是绝妙的一手 也是大家看有点类似于活争的感觉 黑棋当然不能拐 如果拐的话 白棋打吃 那么这样 黑棋A B两点 就不能兼得了 所以说 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成白棋这个地方 打吃是绝对的先手 黑棋也就只有选择 从这吃 这个时候白棋再打 黑棋提 白棋再跑 这个时候实战 黑棋是选择了妥协 如果黑棋跑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接 像这个结果 跟我们刚才看的是天壤之别 这个时候呢 黑棋如果长 白棋接上 白棋 做活的同时 不仅顺利的出头 而且黑棋这边的气啊 相当的紧 最更重要的是 黑棋上面虽然吃掉了两个子 但整块棋 没有活进 而且整块棋是 自己下路无法做活 所以说这个棋 双方的攻防的立场啊 就发生了变化 黑棋是非常的苦 实战呢 牛以前看到了 这个变化 不能接受 所以说他也只好选择 二路打吃 转换 但这样的话 大家看白棋通过精妙的这一系列的手法 提掉了两个子 在制孤的同时啊 拔了一个硅甲 这个优劣自然不用我多说 黑棋唱 这样白棋再一段 小范通过这一个局部的一个妙手 一举将局面引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大优的一个场景 这盘棋呢 最终小范也是凭借着这个活争的手段啊 再度上榜 恭喜小范 没开二度 本周排名第一位 是来自两位韩国选手的对局 韩尚勋直黑迎战崔哲瀚 此时的局面呢 白棋实地领先不少 但是黑棋呢 全局非常的厚 全局通厚 所以说接下来黑棋如何利用后卫 对白棋右上角的这几颗孤子展开进攻 就是本局的焦点 我们来看看韩尚勋的组合妙手 黑棋 减 击中了白棋棋型的要害 这是一招极锁 当然白棋呢 不肯被黑棋分段 只有挡住 关键是下一手 黑棋下一手在这靠 是非常犀利的一招 白棋斑 那黑棋顶 毫不做作 用最俗的手段将白棋断掉 但当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就已经非常为难了 实战 崔泽瀚是选择了这个接住 这是玉碎的选择 黑棋一肩猪之后呢 由于这个黑棋这两颗棋子和这两颗棋子的期间啊 白棋都无法吃掉 所以说白棋下成这个局面的时候 白棋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那么上下两块被分段 白棋就已经非常难以处理了 但是如果白棋不接这个的话 比如说选择弃子 打湿了架 这样黑棋吃掉 这个棋黑棋吃的也是非常实惠 黑棋提掉 白棋外面还要补断 黑棋不仅先手吃掉了小拾木棋的架值 同时呢也把白棋的眼位破掉 接下来黑棋还可以继续的攻击白棋 点这个或者点这个 所以说这个结果呢 白棋也是无法忍受的 那最终呢 崔正汉 我们刚才讲过 崔正汉选择了玉碎的下法 白棋一接 但是被黑棋一肩出 白棋最后的结果是右边的这块棋啊 被黑棋屠杀 那么韩尚勋也是利用这个后势 充分的利用了后卫 一举将白棋这个右边吃掉 一举奠定了盛世 那最终韩尚勋也是凭借本局的点 靠顶三招组合拳 登上了本周五家精彩瞬间的榜首 捕捉精彩瞬间带领品为经典 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 本人的解说功力有限 大家在两周以后便会看到某某的身影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继续期待 好的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